來看的是在馬通通的支持集合 本來放總統專機的 雄山軍用機裡面一盒片子 現在要對國防部刷 交通部來使用 就是要做蘇聯的 轉用火龍機的專庫 現在總統專機 刷到五盒片子去放 現在民航局打算了 上完 在這個11月底就要開始營運 不過多次問這次 蘇聯火機停在那裡 收費實在是太過色 所以現在收費的問題 要再做參考 為了要加強機場的競爭力 交通部民航局要在台北上山機場 設置一個上武航空專区 在馬總統支持之後 國防部要把原本停 空軍一號專機的停機位 擺放民航局來作為蘇聯火龍機的停機位 原本馬總統的空軍一號 這個火龍機是停在那邊 這個一號的停機位 不過現在已經刷到 我們會看到架出品的這兩個 這二號跟三號 以及後面這五號的停機位 為什麼事實上 這一號停機位 擺作蘇聯火龍機的停機位 不是其他的二號三號還是五號呢 軍方表示 這是因為一號的停機位 離這個民航機的用地比較均 可以方便在上山紀念圍出 軍機跟民航機構築的使用範圍 這個一號的捧場 是距離這個民航空站是最近的 所以說他整體這樣的一個 一個缺割來使用的話 這個對於這個對我們影響也最小 對於台北航空站 也可以做一個整體的一個發展 目前蘇聯火龍機 在上山紀念圍每一天的起港費 差不多是八千兩百塊左右 停留費差不多是一千七百六十四塊每一天 他們去國外議論 這樣費率是不是在 在台北市來停車高速呢 並且火龍機不是每一個人都買得去 這樣想想來倒立 這裡的財團大附近的協議 民航空站還在參考 亞洲鄰近國家的既定的收費 來檢討新的費率 參考鄰近國家 當然也會參考他目前的費率 那因為目前這一塊還沒有核定 所以我可能沒辦法來在這邊 再回答這個問題